各位評審老師好,我們的主題是 推估PM2.5濃度值之自動化天空偏程影像處理程式 我是陶德凱 我是王培 本研究試圖觀察大氣產生之銳利散射偏真光 並討論是否與多項空氣污染物濃度的相關性 我們使用配置偏光保護鏡以及魚眼鏡頭的相機 對本校正上方天空拍攝 透過旋轉偏正偏光保護鏡 來取得不同明暗程度的天空 並使用電腦Python對全章照片之像素進行演算 得出視覺化偏正強度圖片 並試圖與自動化程式取得最大亮度及最多亮度數值 最後與污染物濃度進行比對 發現紅光之偏空偏真光與大氣初懸浮微粒濃度具有相關性 最後依照得出的結論寫出一個具圖形化視窗程式 是GUI的視窗程式 它可以依照上述方法使用光學與影像處理方法 預估PM2.5濃度 也希望透過這個簡易的方式來預估PM2.5 促進大家的健康 處理污染物與有無偏正照片之間數據之相關性 再來是我們的研究目的 我們的研究目的是取得有無偏正照片數據與PM2.5濃度之擬核方程 依照前瞭解特性 製作一個可以具圖形使用的介面之視窗程式 也希望透過這個簡易的方式來預估PM2.5促進大家的健康 再來是註解 本研究注重準確性 因此研究過程以提升擬核方程準確度為主 所以研究篇幅以取得擬核方程為主 製作視窗介面為輔助 再來是我們的研究方法 我們會先使用配置偏光鏡以及語言鏡頭的相機 對本校正上方天空進行拍攝 透過旋轉偏光鏡來取得無偏正以及有偏正照片 在過程中利用先前與偏光保護鏡上做的記號來做旋轉的定位 可發現取得有偏正照片以及無偏正照片的旋轉角度相差90度 然後得到此樣本照片 取得照片後我們會去查當日的空氣污染數值 有PM10、PM2.5、二氧化氮、二氧化硫這四種的濃度數據 必記錄於Excel中 我們使用PIL套件中的GatePixel這個程式將最大與最小偏正的兩張照片中 像素內的紅色光強度、綠色光強度、藍色光強度提出之後相減 並且使用ProPixel贊成 並且匯出結果檔案 即這張照片與所稱為視覺化偏正強度的圖片 得到視覺化偏正強度的圖片之後 使用迴圈將庫黑的部分扣除 接著統計各照片RGB值分別出現的次數 準度陣列 為了避免程式的輸出率太高 我們會將亮度次數累積表繪成散布圖 參考標格數值 利用人工查找 找出最大亮度以及最廣亮度 之後再對比程式取值與人工取值 不斷修正程式 直到程式自動取值之誤差 在所有照片均小於5%為止 之後我們使用Detector套件中的Detector DetectPick函數取出峰值最廣亮度值 以及迴圈相檢一階導數以斜律變化找出照片的最大亮度值 再來這些資料與污染污數值合併 匯出CSV檔 接著進行分析 我們會將紅色光強度 綠色光強度 藍色光強度的最大亮度值 以及最廣亮度值與各污染濃度數據 有PM10 PM2.5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使用Excel相關係數分析以及復回規分析 並且製程圖表 以進行討論以及結論 最後我們查詢多種python 在圖形使用者介面的套件 並且訂定Think為我們製作這次專題的套件組 並且詳細閱讀如何製作出一個適合使用者操作的介面 並且學習各種不同的視窗元件 做出一個能讓使用者友好的體驗的試裝程式 我們使用Excel進行復回規分析 得到你和方程之相關係數為-0.82 但決測係數也就是相關係數的平方只有0.66 代表解釋力還有進步的空間 但是未來如果有更多樣本可以得到更精確的數值後 只要將方程的係數修改後就可以得到更高精確度的方程 那這個計算出來的預估值也會比較準確 那這是我們目前製作的視窗程式 將上述影像處理程式的套件 還有像統計方法等原始碼匯入 然後再加上一個Tinker視窗程式模板 製作使用者介面 那就包括了這些標題文字還有這個按鈕 它就像外殼一樣 給使用者更方便的使用方法 那最後我們再把它打包成一個.exe可執行檔 這樣使用者就可以不用安裝直接開啟來使用 那這裡有我們的操作方法 那現在可以實際操作示範一次 首先這是我們建立的exe檔 那將它開啟 它這個匯入它會自動跳出 那只要到你想要資料夾 先匯入沒有偏證的照片後 它會跳出第二個 叫你匯入有偏證的 那就按照它的指示匯入 那過一會兒 它會進行運算 跳出一張相檢後的視覺化偏證強度照片 那將其關閉後 它會跳出一個 依照這兩個照片 從上方的 就是在這個程式裡面的擬核方程 進行影像處理後並計算 最後得到了 預估PM2.5濃度是56μ克 每平方公尺 那這是這個 視窗程式的操作方法 那回到簡報 這就是我們的操作方式 那最後我們的結論與建議 因為從這個研究看來 我們認為照片的灰階 也就是照片的亮度 容易受偏證影響 特別是PM2.5高的時候 PM尺也有一定影響 那得到以上結果的過程 因為我們是使用 自動化方法 處理影像與數據 那也跟以前我們所查到的 論文結果是相符的 證明這個實驗 可以透過自動化的方式完成 那因為PM2.5核最廣亮度有高負相關的特性 所以用這個擬核方程 並設計出一個圖形化的介面 除了可以不用花費大筆成本購買專業儀器 也可以透過較簡單的方式 偵測出目前的PM2.5濃度 大略知道外面空氣懸浮為例狀況 決定是否進行戶外運動 能夠保護心肺健康 那目前本研究不論使用單回歸或副回歸 決測係數均位達到0.8以上 解釋力上不足 因為我們的樣本數還不夠多 但是如果未來可以得到更多的樣本 可以得到更精確的擬核方程 那因為現在已經有視窗程式了 只需要得到原始碼 將裡面的擬核方程的係數改變 改成較精確的係數 就可以得到更專業的這個方法 那希望這個方法可以幫助到世界上面的人 他們的健康 那這是我們的參考文獻 那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我們可以進行去那邊 嗎 我們可以進行去那邊